學生們一邊砸雞蛋 一邊呼口號 表達訴求 台灣高校產業工會及台大政大等勞團代表 今天在教育部大門口舉行記者會 要求廢除被學生認為是規避勞健保的學習型助理 抗議過程中高教專委在向學生解釋法條時 一名正大學生突然將雞蛋捏爆至官員頭頂 讓場面一度失控 而這樣的行為也引發討論 政大校有監但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主任 包正豪表示 這是對人格的侮辱和謀殺 不應該無條件原諒學生脫緒和傲慢的行為 而教育部則認為學生應該給接受陳情的官員尊重 面對指責的聲音 抗議學生團體下午表達了 對專委個人損失感到抱歉 不過不會對長期無法解決的問題跟訴求道歉 希望各界在討論該名學生行為時 真正重點是要理解學生為什麼如此憤怒 而針對學生訴求 教育部次長蔡清華表示 如果學生認為學習型助理沒有做合理的工作 可以向學校委員會提出來 再由學校送到教育部認定 目前有兩個管道申訴 學生應該要按程序進行溝通 學生應該要按程序進行溝通 還有公民行動營基督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實施議題 社會運動議題暗討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在公司新聞營體中心 PN的網站會直播之後 會在公庫的網站 我們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讓大家看到事情背後 更重要的故事跟意義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到許多媒體在報導 有關於所謂的公民行動 社會運動的新聞的時候 大部分會著重在衝突的畫面 可是有很多更深層的議題 或者是對我們社會有更大影響的面向 他往往會被忽略 那今天這個議題其實也是一樣的 這樣的脈絡 如果常看公庫PNN 或者是看燦爛時光節目的朋友 大概都知道 我們其實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討論兼任助理勞健保的議題 燦爛時光會客室 其實也做過了兩次相關的討論 不過這個議題終究爆發出一個衝突的面向 就是在前幾天 政大勞權小組高教工會 以及全國學生勞動組合 到教育部去抗議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衝突 就是當時有一位政大的同學 拿蛋把他捏破 放在官員的頭上 當時其實還有許多的 其他的憤怒的同學 他們也向教育部來炸蛋 不過這個捏爆蛋的這個舉動 其實引發了非常多的關心跟討論 特別回到過去很多人在在意的是 社會運動到底是不是應該要重視禮貌 或者是你的訴求是合理 可是手段是一個非常不當 而且是對當事人不尊重的 這樣的一種討論 這其實都是一個社會裡面 必須可以去再深入去關切的面向 今天在節目當中 就要跟大家邀請到這個事件的當事人 政大勞權小組的高洛翔 來在我們節目當中 洛翔你好 管老師你好 還有另外一位是 也是政大勞權小組的林一茲 一茲你好 管老師大家好 我想是不是節目一開始 先請洛翔來跟我們分析 分享一下或聊一下 當時你去在這個教育部官員 這個專委頭上捏爆彈的這個舉動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有沒有一些當下的一些前因後果呢 嗯好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是回到兼任助理議題來談 兼任助理議題大概是2012年的時候 開始就是我們開始喊說 在學校裡面 我們會說這是學術體系的 算是比較基層的勞動者 那因為我們付出的也是勞務 然後我們的貢獻也確實是 就是進入這個學術生態體系 那我們就是勞工啊 就是我們就跟在外面打工的公讀者 一樣是勞工 但是學校卻一直用助學金 或者是獎勵金的名義說 我像是父母在發零用錢給你們 所以你們不需要勞健保 你們也不受勞基法保障 大概是2012年開始我們談這個議題 那我自己開始涉入這個議題 大概是2014年的時候 那一開始就是主要還是針對勞動部跟教育部在打 那到去年6月兩個原則公布之後 戰場就回到各個學校 那那個時候我們也在 我是政大學生嘛 在政大校內做了很多次 針對各個事件的行動 那一路打到現在 所以就是今天大家都會一直很聚焦 就是捏蛋這個事情 但我還是想要說的是這顆蛋它其實象徵的是 這個議題這麼久以來 不只我是所有的運動者 甚至所有堅韌助理 所有的非典型工作者的憤怒 它其實是長期累積的結果這樣子 嗯 我相信對同學來講 或者是長期關切這個議題的學生 或者是老師或者社會大眾 大概能夠去了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背景的原因 可是對於一般的民眾會覺得說 訴求就是訴求嘛 抗爭就抗爭嘛 那你何必去拿一個小的 這個所謂的教育部的官員出氣呢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 雜蛋沒有關係 你又丟蛋沒有關係 可是你把蛋捏到這個人的頭上 事實上是對他個人的羞辱 你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你心裡面的想法是什麼呢 會對他有任何的愧疚 或者是覺得很抱歉嗎 嗯主要是說 對他看起來就是一個 嗯很衰的出面 接受這些抗議者陳情的 回應抗議者陳情的一個官員 但實際上就是這一位專門委員 他就是教育部裡面主管 嗯大學兼任助理的 這個主管這個業務的官員 那我們看教育部溝通的時候 長期就是也是 因為他主管這個業務嘛 所以向著他 那大家都都會說他 你為什麼要針對他個人 然後他 嗯我們對教育部的憤怒 難道應該由他個人來承受嗎 就是大家會這樣問 但我還是要拉回到 嗯今天在行動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我只是代表 我高若想這個個人而已 我個人是以一個 兼任助理的身份到現場 也是以兼任助理運動的 運動者的身份 在現場有那樣的舉動 那麼專偉 專偉他當然也不是 以他個人的身份出現在那裡 也是他今天出來回應我們的成型的時候 他就是 他就是象徵了教育部的 嗯的這一個政策 那當然這個政策裡面 嗯很多部分是他 他一手擬定 那 所以大家一直在問說 願不願意道歉 願不願意道歉 呃 如果我們可以簡單劃分 專偉個人是他個人 那這個政策是政策的話 那針對他個人 尤其是他說他什麼身體啊 心理受到委屈 針對這個部分 我可以道歉 但是 就如同我們剛剛說的 我不覺得我們有辦法去區分 個人以及政策 如同我沒有辦法去區分說 我只是我個人 還是我同時也是兼任助理 我也是運動 運動者 那既然沒有辦法 做這樣子的區分 那 嗯 我剛剛說的 如果是針對他個人的身體 我可以道歉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區分 對於體制的就責 只要今天接任助理 呃 學習行助理的這個制度還在 我們的就責就絕對不會停止 所以 這這樣是道歉還是不道歉 我覺得就可以給給觀眾朋友決定 而不是 要要我來回答說 我對不對他個人道歉 嗯 那當然也會有的會覺得說 難道沒有更好的方法嗎 你炸雞蛋就炸雞蛋啊 那你為什麼要去捏爆這個雞蛋 然後放在他的頭上 沒有一個行動來講 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策略的選擇吧 包括很理性的訴求 或者相對之下 比較激進的炸雞蛋 那針對客人的這種做法 這是故意的嗎 或者是說 你本來就是具有這樣的一個針對性呢 嗯 欸 在官員頭上捏爆雞蛋 這件事情 他的確不是我們行動的時候的規劃 但是如果大家平常有出席 各種成型抗議場合 就會知道 當官員出來回應的時候 他的態度 我今天不是只講王專偉 我是說一般成抗場合其實都是這樣 他的態度很敷衍 他只是想要簡單回應了事 那當然 不好我剛剛說 這個運動四年來的憤怒 在那個當下 剛剛說那個 嗯 兩個原則已經上路一年 這一年造成各式各樣 可想像的 覺得簡直不可思議的 關於學習型助理的亂象 那我會覺得這個原則已經實行一年了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要求你檢討 結果你這樣敷衍我 就我承認 那個當下是有一些 包含著一些義憤 所以的一些現場的舉動 他並不是事先安排 但我仍然會認為說 嗯 現場的那個義憤 那個憤怒 他其實是一個長期累積的 而且是關於議題的的結果 而且是集體的 嗯 我想就像剛剛 洛翔所提到的 在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官員似乎是一個 比較民主開放 願意來去面對群眾 然後也常會說 你們的聲音我聽到 我會再回去做研究 可是坦白說 你會發現常常會出來 接受陳情的大部分 都是相對之下 層級比較小的科員 或是比較更 更小的這樣的一個 這種所謂的基層的公務人員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這些 呃 官員進來 這個接受大家陳情的時候 也常常會 說實在是顧左右而言 他甚至不知所云 然後 甚至你會覺得 他是一種鬼打牆 你很難 在那個狀況底下 你真的需要保有這一種 所謂的溫良功減讓的 這一種所謂的理性的態度 我想很難不去有這種 所謂的擦槍走火 或是走鐘的 這樣的一種情況 不過我們回到了 這個議題的本身 今天會去教育部抗議 基本上來講是因為 他曾經頒布了一個叫 專科以上學校 強化學生 兼任助理 學習與勞動權利 保障處理原則 說實在這個 非常非常長的一個名字 可不可以稍微跟他們解釋一下 教育部為什麼會頒布這個原則 而這個原則的內容又是什麼 呃 教育部是去年跟勞動部一起 跟勞動部一起頒布 那個就是這個我們說兩原則 一邊是勞動部的原則 一邊是教育部的原則嘛 那教育部的原則 他的內容大概就是 他去定義一個所謂的學習型助理 就是說他其實 保障 勞動保障部分是在勞動部那個部分 那所謂的學習型這個部分是 教育部這個部分他拉出來 然後他去正面去定義說 什麼樣的所謂的助理 是所謂的學習型助理 就是大概是綁定課程 綁定實驗 綁定論文 大概是類似這樣子的 所以他會有一些 呃其實說具體也沒有到很具體 但是總之他有一些正面的規範 說就是你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可以被認定成是學習型助理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的問題是說 教育部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其實是為了要去排擠所謂的 勞固型的認定 就是說因為我們長期不斷的 就是在他頒布原則之前 我們已經爭取要認定 校內建設助理是勞固關係 已經爭取了好久 最少兩到三年的時間 那教育部為了要 因為其實這個 這裡面還有教育部跟勞動部的 拉扯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勞動部他 因為他的權責理論上來講 他是必須要去呼應我們的需求的 就是說就是大學 雖然說教育部用大學自治來回應 但是大學自治並不能違法 那教育部 勞動部也是會進到校友裡面去檢查 那教育部就想要透過這個方式來去說 他有點像說 我告訴你這是學習的 我定義他是學習的之後 你勞動部就不要來管 他想要透過我定義學習的方式來架空勞動部 來排擠所謂的勞固型的定義這樣子 對那這個是他的 就是教育部真正的目的 因為實際上學校裡面我們並不需要特別去定義什麼東西是學習 總之他各式各樣的事情都可以是學習 我們平常也沒有說這個是學習或這個不是學習 現在是教育部為了想要說 當我說他是學習的時候 你就不能再說他是勞動了 他想用這個方式來透過這樣子的原則 來做把勞固關係排擠的這樣子一個行為 你剛剛有提到說教育部這樣子做是違法 他到底違反了什麼法 在一般的法律當中 對於一個學生的兼任助理的身份的認定 因為在很多人的這種所謂的經驗裡面 學生就是來學習的 那今天來打工不就是給你一個工作的機會嗎 學習的機會 甚至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公讀金嗎 這是一個公讀金 或者是你就是來幫忙的 或是要這種講助學金的概念嗎 那我今天不給你所謂的保險有違反什麼法嗎 教育部這樣子做到底違反了什麼法律 當然最基本的就是說 因為如果說是以勞固關係的設定的話 從兩原則 或是說從一般的認定上面來講 大概從經濟同屬性和人格同屬性上來談的話 就是說你的經濟受控制於某一個單位 然後你的人格 也就是說這個單位對你有所謂的指揮監督的權利的時候 那通常在學理上的定義 還有在勞動部上面實質上的認定 大概都會判定你是所謂的勞固關係 除非說有一些特別的例子 那我們會認為 而且實際上也是就是 就是校內的兼任助理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他有這兩個重組性的確認的時候 他應該就是勞固關係 所以說如果說他確認是勞固關係的話 那他自然就是他沒有 他沒有受到勞基法的保障 他沒有被家保的時候 他就是違法了 就是這個有很明確的國家法令的規範 就我們就不詳述 就是我們自己去查一下 大概就知道你平常上班需要什麼樣的規範 那你當兼任助理就應該是要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可是這個規範在以前也都沒有實施啊 就是在也不過是最近這幾年 才開始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會家保的事情不是嗎 對就是其實是如果說是學校 公立大學的所謂的臨時工 他其實在2008年才被納入勞基法的保障範圍 對那但是至少我們從2008年之後 就應該要去正式的談說 因為我們不能再去忽視說 因為他可能校內有其他類型的工作者 譬如像說約聘僱人員 或是說 其實譬如像說警衛啦 或者說像是那個管理員 宿舍管理員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他這些工作 他就在2008年之後 照理來講就必須要納入勞基法 那實際上校內兼任助理 我們不管他身份是不是學生 他可以是學生 他也可以不是學生 那他理論上來講 他就必須要納入勞基法的保障 那所以說這件事情 學校不管他是用什麼明目說 我給你的是助學金也好 是講學金也好 是公讀金也好 我們不管他明目是什麼 只要他實際上 他有受到學校或者是老師的指揮監督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 實際上勞動部 或是說勞動主管機關 就會把它認定成是勞過關係了 就是我們要求的其實也不是我們要 說我們是勞過關係 我們就是勞過關係 而是實際上就是我們有去請勞檢 進來學校去認定說 我們是不是勞過關係 那勞檢也認定了 那可是現在是學校要說 勞檢認定的我不算 就是你不能說勞檢說了就算 我們大學自治 學校教育部現在要的是這樣的一個荒謬的狀況 是你勞動部進來說 你這個是勞務關係了 那教育部還說不不不 這個不是喔 我們是學習 我們不是勞動 就是教育部要的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不能接受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可以說 不要由我們來認定 不是說我們算 說了算 是勞動部說了算 因為他們是主管機關 他們是專業 那可是教育部現在的問題是說 他甚至連勞動部要進來 他都拒絕他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嗯 我想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從相關的法律當中 你知道是兼職的人員 他都應該要享有這個所謂的勞檢保 所以你是不是學生這個身份 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沒有必要說 你是學生你就不是這樣的一種 我們所謂的這個納保的範圍 至少你在法律上面被認定 還有所謂的重屬關係 不管是經濟上面 或是其他的相關的部分 第二個很大的關鍵的原因是說 我們的勞動的主管機關 勞動部都說你違法 對不對 然後還到學校裡面去勞檢 也判定你違法 可是我們教育部說 不行 然後難怪同學們會有這麼大的憤怒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政府去 而且是一個教育單位 反而去帶頭違反法令 做一個非常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不恰當的這種示範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 要來談一個問題 就是說 教育部的這個法令 這個公布之後 在每個學校的實施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知道有些學校 特別是私立大學 他們其實還是幫同學納保 但是公立大學 他其實反而不會 到底原因是什麼 我們先休息一下 台中山沿周遭的加路蘭 四同都蘭三個原住民部落的阿美族人 在7月6日特別北上到行政院前 抗議山沿中旅濱海度假村的開發案 要求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 取得當地原住民同意後才能開發 加路蘭部落齊老中景榮 控訴原住民族的三海遭到財團掠奪 內心非常的沉痛 更當場跪地用頭猛力的撞擊地面16次 他說這不是貴地求情 而是要正寢這個政府 行政院由院長辦公室主任 施克河代表接受陳情書 他表示該開發案 並會實踐原住民族的知情權 以及同意權 不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範 行政院會嚴格把關 另一則是因為新聞 讓我們來關心移工的勞動權 取消移工三年需出國一次 就業服務法第52條修正草案 於上個月通過立法院 社福未完委員會的出審 並於本週7月5號準備進行惡毒 多個公民及移工團體組成的 台灣移工聯盟 在立法院外訴求應競數通過修法 讓移工免於三年需強制出國至少一日 而回國之後又必須再次繳交 8到15萬元的重介費 這樣的一個剝削環境 不過重介業者也直接於立法院旁抗議 強制修法後恐怕無法淘汰不適人的移工 並連帶影響本國老公的權益 但當日立院並無進行二三讀的立法程序 就業服務法的未來修法動向仍需持續觀察 以上就是本週的大連載報新聞 我們下週再見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更是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總翔 剛剛在上一段節目當中大原仔告訴我們 這個永遠中留安的最近的最新的發展 以及外籍勞工這個三年要必須要回過一趟 這種商量之下增加了很多這些雇主 甚至包括外籍勞工移工的麻煩 但是他其實對於所謂的重介呢 反而其實是更有利的 那這些議題我們都會持續的關心 那當然我們先要跟大家談到的是 有關於監任助理這個有關於蠟寶的問題 那我可能還必須要先揭露一下 因為我本身是高教工會的這個副理市場 我們當然是在推動這個議題非常重要的一個單位 我在主持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也可能讓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面向 來讓大家更清楚的來談 只不過我們把身份揭露之後呢 我們的觀眾朋友也可以比較多的自主的判斷 今天在我們節目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高若祥跟林依智 我想剛剛有談到這個之前的教育部的這個 所謂的兩原則其實非常明顯的是違反的這個法令 但是教育部在幾次的跟他溝通的時候 他還是一種比較推脫 然後覺得說我們還在進行研究等等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態度 難怪同學們會有非常非常的憤怒 那這個兩原則之下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講 也給了這個很多的大學一個指導的原則 甚至某種程度上面 你看都教育部都這麼說了 所以我們也是照著做啊 不給勞健保 不給這個勞保 這個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想先請教一下 若祥在這個兩原則公佈之後 甚至之前在學校裡面 他怎麼去運作的呢 是不是學校的這樣的一個運作的方式 反而讓學生應該要有的這種所謂的勞保的保障 建保的保障 他事實上受到了一個非常大的影響跟衝擊 我在學校 我現在碩士班念到第三年 那前兩年我在學校擔任的是科技部計畫的研究助理 那那個時候因為老師本身是相對有勞動意識的 他就說OK計畫的經費還夠 經費還夠 如果想要勞健保的話就是看一下怎麼處理 但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開始做兼任助理議題 我也不知道勞健保的重要性在哪裡 所以就雖然老師有說OK你們想要勞健保的話 就用計畫經費沒問題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沒有 甚至沒有意識到勞健保為什麼這麼重要 對 那後來我開始擔任教學助理 就是所謂的助教 那那個時候已經開始做兼任助理議題 開始知道說OK勞健保很重要 而且不只是勞健保 是勞工相關的權益 我們認為我在擔任助教的時候 我其實是付出我的勞務 那這個勞務它最後是由學校所吸收 因為學校有開課的需求嘛 那有助教的需求 對 那後來兩原則發布之後 各個學校開始進行分流 政大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最一開始喔 他說全校的助理大部分都可以加保 那我們的副校長張商吉先生 他是政大勞工所的教授 所以他在說明會上面也直接說 我們很懂得法令我們絕對不會違法 政大絕對會幫各位助理都納保 那後來學校大概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心意上有了改變 所以教學助理 教學助理的部分 原本7月的時候是說全面納保 但是到8月的時候開始說 由老師和學生雙方協議 如果老師和學生都覺得是勞固型的話 OK那就選勞固型 不然就是選學習型 到8月大概是這樣 到9月份的時候 如果老師和學生勾選的是勞固型的助教 老師會被副校長一個一個約談 副校長會一個一個約談那些 讓自己的助教選了勞固型的老師 就是說我們學校現在的政策是全面都要學習型 那能不能夠請老師同意 那其實這根本不是同意 這是政策宣導 學校已經決定了 然後他需要老師做一個同意的動作 他需要助教做一個同意的動作 去簽一份所謂的學習型 關係認定 那在那個關係認定表上面 他就寫說 我所付出的 我在擔任助教的時候 是以學習為主體 是以我的學習為主體 沒有學習之外的勞動付出 但這很明顯與事實不符嘛 比如說我擔任助教 的確我學到很多 但如同剛剛易志說的 我們今天擔任做任何一份工作 有沒有學習 和他是不是勞固關係 其實是這兩個是無關的 是不衝突的事情 那一方面我擔任助教 我的確學到很多 可是我真的不認為 我在點名 我在改考卷的時候 是以我的學習為主體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不是這個樣子 那那個時候 我就賭氣 我就不願意簽下 那一個所謂的學習 學習關係認定表 我不願意簽下去 那學校就以未完成程序為由 遲遲不願意發給我薪水 那當然他們也說 這個不叫做薪水 這個叫做學習今天 那那個時候我和同一門課程的 另外一個助教 我們兩個人都不願意簽 簽那個學習關係認定書 那個奴隸契約 我們就不願意簽啦 那學校就一直延遲不發我們薪水 所以我們到了11 12月 連9月份的薪水都沒有拿到 那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在一個抗爭契機 我們就喊說 學校 第一個是學校不願意分流 第二個是學校 他要一個我們書面上的同意 但其實他不給我們真正的選擇權 那那件事情到最後 因為抗爭了很久 到最後我們以下個學習開始 學校會針對教學助理進行分流 作為交換條件 去交換說好 那這份努力契約 所以我們兩個就簽了 因為那時候全校剩下我們兩個 還沒有簽 我們就簽下去 換的是下個學期的分流 結果政大到了新一個學期呢 他提出了他的新的分流方案 新的分流方案是 如果你擔任過兩個學期以上的 你有兩個學期以上的 擔任助教經驗的話 你可以申請勞固行 就是 意思是說 你已經完成學習的程序 現在開始你可以獨立進行作業 先闖關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你選擇勞固行助教的話 你的薪資會比學習行的助教 一個學期低六到八千元 那這個其實很明顯 對我們來說很明顯 第一個是學校把保費轉嫁到助教身上 因為學校有雇主的勞健保支出嘛 他不想付這個錢 他就把這個錢直接扣回學生的薪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他用這個方法來使得學生都會自主選擇學習行 就是說 他會說就是你自己選了學習行 可是因為勞固行的薪水低很多 沒有 我剛說我們出來做助教這份工作 其實我們把它當做工作 所以我們要的就是薪資 我們當然在意薪資 不會有人傻到去為了爭一口氣 或是為了勞健保 你去放棄一個學期六到八千塊的薪資 那在這個狀況下面 學生當然就都選了學習行 包含我自己 我也選了學習行 我沒有辦法 就是跟那六到八千塊過不去 這樣子 但學校就一直主張說 我們已經分流了 這些都是學生自己選擇的 那再政大是這個狀況 那我剛剛講的是教學助理 研究我們助理通常可以分三種 一個是行政 一個是教學 一個是研究 研究助理的話 大部分是國科會計畫 科技部計畫 科技部計畫 就是由老師和助理合議 雙方說好 說好就好 那我們當然會認為很多學生 你的工作上的老闆 其實同時是你的指導教授 所以如果指導教授 他比較欠缺勞動意識 他不願意用計畫的經費 去支出你的勞健保的話 那這個時候 學生其實不太有辦法 去跟老師議價 因為他同時是你的指導教授 你沒有辦法太直接的違抗他 對 那這是研究助理的部分 教學助理的部分 是如同我剛剛所說 行政助理的話 就變得更複雜 因為他有一些是校級的 比如說你在學務處 在教務處工作 有一些是在院辦 系辦工作 結果狀況變得很複雜 學校會分配一些名額 給系上 或是給學院 讓學院自己再去分配 勞固行的名額 那就會變得很有趣 比如說 某一個單位 他分到三個勞固行的名額 但其實他有十二個工讀生 他就會讓 找這十二個人裡面 找三個人出來 報勞固行 他們有點像是人頭 他們去報勞固行的人頭 但其實那個錢是分下去 讓十二個工讀生 就是去分擔工作 這樣情況就會有點複雜 這是政大的狀況 我們看到這是政大的一個狀況 當然也可以看到 這是在所謂的兩原則之後 很多學校大概找到一個可以逃避 或者是去找到一種求生的這種方式 我不知道我剛剛談到這一種所謂的一月一變 就是從開始談到每個月都有不同的這些說法 以及不同的這種所謂的方式 政大有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說法 或者一些明確的原因來說 你為什麼會做這樣的轉變 我們知道有些學校他可能會說 我們經費不夠 那教育部就給我們這些經費 我怎麼可能去做這樣的事情 或者是說你要去做家寶 其實會增加我們在很多行政同仁上面 基層公務人員的非常多的負擔 那我們根本就來不及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曉得政大的原因 或是其他學校的狀況又會是怎麼樣 是很多學校不願意去做 或者是願意去做 那難道這些都不是問題嗎 政大校方對於我們的回應 第一個當然還是經費不足 就是說什麼政大是人文相關學校 比較沒有校友捐款啦等等 那當然學校 尤其是就是校長周晴先生 他也會特別去強調說 他這是他本人的話 他說讓你們在學校當助理 或是當公讀生 是學校給你們的恩惠 是學校給你們的恩惠喔 那你們應該要感謝 而不是還在這邊跟我爭取更多的東西 就是所以校方的 尤其是校方高層人員的勞動意識 當然也是決定這個學校 是否就是有辦法讓兼任助理 納保或是就是做勞固型的關鍵因素之一 那剛剛講到經費 我們會認為 學校到底缺不缺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學校的財務分配 從來都沒有納入學生的參與 比如說如果你真的來問學生 不會有人想要蓋那座電梯 那座電梯它只要放在那邊 它的電費 它其實就是持續在燒錢 那政大最近也前陣子蓋了一個叫做研究總中心 蓋在山上蓋在深山裡 根本沒有人去用那個空間 但是蓋那個研究總中心也花了非常多錢 那我會認為在學生沒有辦法參與 學校的財務分配 學校的財務狀況也不完全透明的狀況下面 學校跟我們說他沒有錢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有沒有錢可能是一回事 那如果真的沒有錢 也許大家某程度上面還可以提亮 可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學校經費是不是透明 那個分配是不是合理 我非常意志在你接觸到其他學校的狀況 他們是不是也面臨到同樣的困難 或是有同樣的一些說法 我們比較清楚的 就是以公立學校來講 比較清楚的應該是台大跟師大狀況 那師大是很慘啦 師大如果我想應該也有一些報道指數 他們基本上他是全面所謂的師徒制 就是對是一個很荒謬的師徒制 就是等於是他把學習型再轉一個名稱叫做師徒制 那就是他們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任何勞固型的 那這個就是比政大這邊還糟糕 那台大的話他們比較像是 他們是有點像是他們分配給各個單位下去 自主去管控他們自己 他們用經費的方式來去讓各個單位去決定他們要不要聘人 那就這樣就是他們可能就是掌握同樣的經費 然後但是讓各個單位的主管啊或者說老師 他們自己去決定說我要不要聘這個人 那這樣子就會造成其實是會造成 跟老師或者說學生跟系 就是各個行政單位之間的緊張關係 就是說你可能系上或者是說老師沒有那麼多經費 但是他確實是勞固關係的時候 那該怎麼樣處理 學校就把這個球丟回去給各系所 或者是各個老師 台大這邊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台大我們會說台大比較聰明 或者說比較狡猾一點吧 那政大比台大更蠻橫 那師大又是更全面的蠻橫 這個是我們知道的台大政大跟師大狀況 那可能像是我們所知的青大和焦大就是以理工科系為主的 因為他們可能相關的工作主要是在實驗室裡面 那在實驗室裡面的權力關係又綁得更緊更死 所以說我們其實可能有關心的人大概知道 我們現在甚至敢或願意出來做一些發生的同學 都沒有就是是在實驗室裡面的同學 他們甚至連站出來說話都不敢 因為他們對他們的未來可能就是綁定的太死了 他們連說話都不敢說話 事實上理工科同學的這種助理的危險性是更高的 我們在很多的例子都是這些理工科同學 在做實驗的時候發生的意外 但是因為沒有勞保的話 事實上讓他們的權益是受到更大的損失不是嗎 對沒有錯就是他們 其實我們知道過去的我們有 其實高科公會有統計 就是過去十幾年來 有可能三十多起的相關的事故 有一些是造成受傷 那甚至是有意外身亡的狀況 其實去年是去年還是今年 就師大就有一起這樣子的意外 就是就到野外出田野 然後結果就是意外 那造成了甚至是身亡的狀況 那在這個時候有沒有勞保 他的那個給付差距就會非常大 你說什麼學生保險之類的 那個跟勞保差太多了 根本沒得比 對啊 所以說光是考慮到這個狀況 我們就不能夠不去設想說 學生沒有勞保 那他確實是在工作狀況下 他會造成什麼樣的 即便是單一的狀況 他的損失這麼巨大的情況下 我們不能夠不考慮的 特別是勞保還不是只有當下出億萬的保險 他包括後面的這個所謂的整個年金 影響都非常非常大 那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就是 我們看到國立大學事實上是如此 但是反而很多的私立大學 像四星淡江他們是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嗎 對這個部分其實他有一個比較說 比較吊詭的狀況也好 就是其實是其實是私立學校 他們沒有那麼多經費 聘那麼多的兼任助理 在平均的情況下 所以說反而他們在為 兼任助理加保的情況下 他們壓力不會那麼大 就是說他們的數量會比較少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校方可能他們在遇到 譬如說學生爭取的狀況 他們可能就是避免麻煩 或者是總之各方考量之下 他們會反而願意比較積極的為學生家暴 然後來去掉後面的那些麻煩 對就我們所知的情況是這樣子 嗯 我想在結論的部分 兩位竟然也不是長期關心這樣的一個 這種所謂兼任助理的這種權益的問題 特別是落想還實際的這個 引發了很大的爭議 不曉得你對教育部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期待就回到我們那天的訴求 就是第一個是廢除學習性 因為如同剛剛所說 今天這個助理他 他是不是與學校是不是勞務關係 就由勞動主管機關 依照就是那一個工作者 他在勞動現場的狀況來判定 所以根本不需要學習性這個明目 希望教育部可以廢除 那包含我們剛剛說的那個處理辦法 因為他就是缺身學習性助理的法源 那當然也應該廢除 那我覺得另外是說 教育部他我們打這個議題就可以看到 他的勞動意識簡直低於零 就是他用很多方式來模糊 我們談勞動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的勞動意識低於零 教育部那你就把關於勞動的事情 放手給勞動主管機關來處理 不要再來干擾 就是我們這些堅任助理的 爭取勞動權益的這條路 我想很重要就是讓專業的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這種所謂的分工的問題 事實上剛更談到的是 那個背後的這種勞動意識 就是有做工的當然就要得到公效 以及他必須應該要有的 這些基本的保險基本的保障 今天非常謝謝羅翔哥 一直來接受我們的保障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來跟你們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再會拜拜 請教授您收到的 愛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見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誓言自谋 万千走